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秒飞食物,我是飞哥,今天给孩子们做一个海鲜粥 这个虾呢,要从背部这里开刀,然后把它割断,然后后面尾部和头部是连着的 然后把里面的虾线去除 这个虾线呢,就是它的那个内脏,死死尿尿那种 像这里面这个虾线是很粘的,你看看 这里面都是泥,一定要去除干净啊 这里面全部都是泥,还有密码的 我教大家怎么去宰杀这种螃蟹,像这个是花蟹 就是最鲜的蟹,就是这种 一般煮粥的话,都用这种来煮粥比较多 这种蟹呢,非常的鲜,这种花蟹 首先我们从这里把这个它的尾部给它撬开 从这里啊,这里就是它的尾部,它的底部 然后从这里掰开 看好了啊,从这里掰开它 这样就比较完整 这一壳呢,就轻松的取出来了 然后这个位置啊,一般呢,商贩都会把它绑着的 就是你刷完了之后,你再打开它 否刷完了之后 那时候就很不好受了,夹得痛死了啊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绳子给它剪开 把它绳子剪掉 然后呢,再把这个卸筛也要去掉 这一块卸筛 这个是 这种也是非常脏的哦 一定要给它去除干净就可以 这个卸筛 这个卸筛 给它去掉 这个 这个卸筛就不用去,这个都是可以吃的哦 像这个都很好吃的 这个不用去的 像这些都不用去,这些都可以吃的 这些都可以吃 这里面都是 卸筛 卸黄 这里对半切开 然后把这个 蟹筛 这个蟹筛呢 给它敲一敲 这样的话 它就比较方便出味 把这个 这里面呢 都是有肉的哦 把这里敲一敲 把它这样敲碎了 这个味道就能够很好的释放出来 好 可以了 这个是白贝哦 这个是白贝 这种白贝的话就是 它里面很鲜很少泥沙的 也不是说没有 它有一点点 这个没有关系哦 这个就不用处理了 这个是白贝 今天我们所用的呢 就是这三样东西就是 这个是蟹 虾 还有白贝 这种米呢 煮饭呢 比较硬 但是适合煮粥 无论是煮粥还是煮饭 把米淘洗一次就可以了 加水 盖上盖子啊 原来这里慢慢煮 这个粥已经煮开了 把火关小一点 我们切一点姜丝 尽量把它片的稍微薄一点哦 薄一点切出来就会很细啊 片好了之后把它切成丝 切成细丝啊 拿来吃的姜丝尽量切的细一点 越细也好 像这样的细的姜丝煮粥 这个姜是要吃的 细一点就很好吃了 把它切成小段哦 像这种米现在煮开就可以了 不要煮的太烂 煮的太烂就不好吃了 现在可以加油海鲜了 姜丝 调味 加入盐 加点胡椒粉啊 胡椒粉可以去腥 很好的去腥 搅拌均匀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海鲜熟的很快的 煮个两三分钟就可以 在吃的时候放点香菜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大家喜欢吃海鲜粥的帮忙点个赞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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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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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还没出来了 knowledge cualu Öyle 拇匀 胡椒 吉他 疼 都把 黄醉 鱼 叶 笼 柳 到哪里呢 radical çocuk 你 姐姐我看她在我眼睛 刀刀刀刀 吃午餐 熊大午餐 吃午餐 吃午餐 爸爸 这谁喝完的 这谁喝完的 来咯 再一秒 爸爸 好吃吗 来 来来来 来一次 好吃吗 装下来 吃大一点 装下来 爸爸 我要吃你们的肉 爸爸帮你拿锅肉 爸爸 我喜欢你煮的 好吃吗 爸爸 我喜欢你煮的 是吗 这个是蟹黄 蟹黄 蟹黄 难道这个是他别吗 这不是别 脑子 傻妹妹 对 我要怎么吃 剥皮出来吃啊 傻傻的妹妹啊 这里面怎么有猪猪 猪猪又可以吃啊 这个是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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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肉 我过去了 但是又忙着吃 没肯蒸 哈啰 水吃啊 这个给谁啊 给你吗 给不给你 来啊 冲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啊 冲啊 哈哈哈哈 好烫啊 有点汤 哎呦 爸爸 不给妹妹 老是酸嘛 头有一个大巨子 我们开始比赛了吧 是金色 开始比赛 123 比赛 汉水的地名啊 快点 好美味啊 加油啊 我抓了 吃牛的 嘿嘿嘿 哎呦 谁得第一名啊 你看姐姐要快得第一名啊 快点啦 姐姐赢了 哦 你猪猪太慢了 是啊 哦 姐姐赢了 吃光了爸爸 我得第二名 耶 要远备得第一名 耶 大哥 你不是找到吗 嗯 哈哈 喂到你了 你要人第三名了 好好吃哦 想要吗 姐姐 哇 真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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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